我们会听到台湾政府的国家 这些行动是只为身体的活动 如果我们继续证明这些事情 我们会回到回来 和好幸运 中国黑客第一人李勇 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 突然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当场造成三名中国记者牺牲 数十名记者受伤 美国这一暴行 瞬间激发了所有中国人的愤怒 全国上下开始反美抗议 我们中国人的尊严是不可辱的 美国在这时却默不作声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中美关系瞬间紧张起来 美国迫于舆论的压力 不得不出面解释道 这次轰炸是误诈 并不是有意而为 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国内后 直接炸开了锅 什么叫误诈 你们五枚导弹 从不同的方向扔在我们领事馆 到你们嘴里却被说成是误诈 中国人民岂能受如此欺负 几天后 一个临时组建的黑客团队 突然袭击了美国国会的网站 并公开出美国200多个站点的原代码 既然紧急撤回了原代码 打牌是有网友修改了一些网站的封面 这其中就包括了 美国多个政府部门的官网 然而我们并没有删除美国的任何数据 只是为了让美国知道 中国不是好惹的 这也引起美国黑客的不满 他们认为自己的地盘受到了侵犯 并开始向我们发动小规模的网络攻击 当然双方都还很克制 没有进一步计划矛盾 这次活动也让国内的黑客们凝聚在了一起 而此次发起活动的组织者就是林勇 在他的号召下 他们一起组建了中国红客联盟这个组织 林勇的初衷很简单 组建这个组织 就是为了抵抗侵犯中国网络的黑客们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红客联盟 吸引了一大批网络高手 为了军事联合起来 背负美国黑客 他们跟美国黑客来聊不回斗争了两年 直到时间来到2001年 美国又开始在我国南海搞事 一架老美的侦察机 传入南海领域 为了捍卫主权 我国海军迅速出动战机 飞舟拦截的同时 美国战机无视我们的警告 张着自身飞机的庞大 直接撞向我们的飞机 南海上空一声巨响 飞船员王伟 用自己的削弱之躯 换为了中国领土 不可侵犯的睁眼 事件发生后 美国国务卿 在接受采访时说到 我们美国没有责任 不需要为此道歉 当时飞机这自动驾驶模式 不是我们的过错 这一消息传回到国内后 立即引发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利用立马组织 红客联盟核心成员开会 并开始组织国内黑客 准备攻击美国 但我们还没出手 美国黑客组织 现一步对我们进行了网络攻击 西方媒体也不断的扭曲现实 诋毁中国 利用在这时发出声明说到 我们中国人不是从小下大的 你们美国既然找刺激 我们红客联盟将奉飞到底 这一消息立马传遍了整个互联网 除了红客联盟以外 中国黑客联盟 中联绿盟 中国兰克联盟等 几大黑客组织 同时宣布加入这场中美黑客大战 只为维护中华人民的尊严 在林勇的号召下 全国八万多人凝聚在一起 在当时网络还没有普及 全国各地网吧 宣布免费上网 当林勇的一声令下 以每个守卫单位 开始对美国的各大网站进行攻击 技术高超的推进美国网站后台 不懂黑客技术的 就登陆美国各大网站 疯狂刷新页面 让美国网络拥堵 一直见美国各大政府网站瘫痪 网易无法打开 各种论坛铺天盖地 都是南海事件的真相 而林勇却把目标 放在白宫的官网上 高超的杯客技术 我们成功黑进白宫官网的后台 并把我们的五星红旗 挂在白宫官网的首页 还在首页中写道 中国人民的尊严不可侵犯 整整20分钟 白宫的官网都悬挂着我们的五星红旗 而且不管点开哪个网站 就会自动播放中国国歌 美国根本不会想到 这只不过是林勇给他们的一份见面礼 接下来的七天礼 林勇带领中国黑客们 用人海战术 一度让美国服务器瘫痪 但他们只修改网站见面 没有去破坏原代码 这也正式体现出 林勇他们只是为了捍卫国家尊严 当五星红旗出现在白宫主页时 这场没有宣言的战争 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 赢得了想要的尊严 林勇带领着中国黑客 并实际行动 让西方知道 互联网不是你们被为非作得的地方 如果再次侵犯中国 下一次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虽然我们不提倡这种行为 但美国如果再次侵犯中国 我们必将重拳出击 2004年 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公告 制止一切有关国际问题的 网络攻击行动 从这时起 各大联盟修身一计 网上的贝特大神们 纷纷转带了各大公司 不如到维护网络安全中 他们没有真正的离开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默默地守护着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 当佩洛西不顾我国严厉警告 十一窜台后 一个神秘组织 在推特上发表视频 高调宣布 我们将开始对台湾 发动网络攻击 并说道 让我们拭目以待 祝你们好运 据台媒报道 8月3号开始 台湾多个政府官网 遭到黑客的攻击 台湾防务和外事部门官方网站 相继被攻击到瘫痪 直到8月4号 台湾各大政府网站 还是无法恢复使用 而受到攻击最为厉害的 是蔡英文办公室的官网 受到攻击的次数 比往常增加了两三百倍 此次对台湾发动的网络攻击 不仅是台湾省各大政府网站 进入了瘫痪 就连街头便利店的网络电视 都被强制控制 一串串爱国语言滚动播出 台湾新闻联播 正在播放时 突然被强制播出 我和我的祖国 连播放画面 都变成了中国地图 连续几天的播放 直接让台湾同胞都学会了 我和我的祖国去走歌 这些黑客组织 对台湾的行动还没结束 当台湾媒体在直播时 突然画面被控制 更改为中国地图 并且配文写道 中国领土主权 不容外界干涉 背景音乐 改为了我和我的祖国 这次攻击 直接导致了网络直播 中断了三分钟 也让台湾支持佩洛西的人 大师脸面 直到7号 该组一个发视频宣布 此次对台湾的攻击 暂时结束 并说到 现在是暂时结束 如果台湾继续执迷不悟的话 我们会进行下一任的攻击 而此次网络攻击 台湾的组织 到底是不是林勇 所带领的红克联盟 那个我们却不为所知 但我们知道 这些黑客 他们是有一刻爱国之心 虽然他们以姓埋名 做起了其他行业 但在国家有难时 他们还是会挺身而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一次再见